大家好 歡迎收看就是說 我們今天談國際版的CADCAP 跟大陸版的剪印差別在哪裡 隔了一年我們再來看一下 大陸版的剪印跟國際版的CADCAP 功能跟內容到底差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這邊先簡短的講一下差異跟內容 第一個 中文的自動字幕 第二個 文本朗讀 第三個 圖文成片 第四個 創作腳本 第五個 提詞器 第六個 剪筒款 第七個 在音樂的選擇上 大陸版的剪印有超過一千五百首以上 然後在CADCAP上面只有100出頭 所以音樂的選擇完全不一樣 第八個 素材包 第九個 它的雲備份可以跟電腦版剪印做互通 雖然只有512枚 但是他們是可以做互通的 OK 那這個就是 CADCAP的部分跟大陸版剪印的一個差異 我們再來說明一下 怎麼操作 出版剪印的自動上字幕 它可以把我們有講話的影片 直接做上字幕的一個動作 雖然它裡面是簡體中文 但是呢 如果比方你選擇 港風繁體 或是你選擇這個繁體的部分 它會自動切換成繁體的內容 你只要再修正一下幾個字就OK了 所以便利性非常的高 那這個是針對中文自動上字幕 非常好用的一個APP 第二個 文本朗讀 如果你在上面是自己輸入這個文字的部分 我們可以讓它來幫我們把這個文字念出來 那目前在上面的這個聲音的選擇非常的多樣 那這個是文本朗讀的部分 它可以直接幫我們把文字念出來 圖文成片 我只需要把文字的部分呢 輸入到這個圖文成片裡面 它可以直接幫我們弄成一段的影片 便利性非常的高 這個是圖文成片的部分 創作腳本 我會利用創作腳本 來幫我們做了所謂的分鏡腳本這樣的一個安排 你可以從裡面這幾個項目 找你所喜歡的或是你想要拍的這個內容的部分 直接從創作腳本裡面去參考別人怎麼拍怎麼做 整個腳本的安排裡面都有 所以創作腳本的部分 然後第五個提詞器 我可以藉由這個提詞器的一個方式 我直接對著鏡頭 把我所要講的 就直接念出來 那我們可以做到一個提詞的動作 而且我直接講它是直接錄 這個非常的便利 剪筒款 我可以使用剪筒款裡面的這個模板 我直接做套錄的動作 可能要幾張照片或是要幾段的影片 我直接做套錄 它就幫我產出影片 可以讓我們更高速的產出影片 音樂選擇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 在大陸版剪音上面它的音樂的選擇 超過一千五百首 而且它還幫你分了很多的類別 你可以從裡面去挑選自己喜好的音樂 第八個素材包 當我們在剪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最困擾的就是那個效果的部分 我要把綜藝的效果用出來 我要把悲傷的效果用出來 我要把震撼的效果用出來 我們有了素材包 可以更快速簡便的 把這些效果直接都做出來 非常的便利 第九個 我們在只要你這個剪音的帳號 跟抖音的帳號 有做一個連通登錄的部分 那它就可以直接串聯到我們的雲端 跟電腦版剪音去做一個串聯 那五百一十二枚 大概是適合做短片的一個內容 可以讓你做一個雲端的一個互通 所以手機剪一半的 我可以用電腦版再跟著去剪 電腦版剪一半的 我可以用手機再去剪 我只要用這個雲端備份 去做一個互通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再持續的升級 也OK 但是在台灣目前傳輸速度 還是沒有那麼的令人 所以看個人OK 好那以上就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錄屏的部分 我可以直接點開錄屏 我就可以直接錄相對應的內容 那裡面還有這個美顏的部分 磨皮瘦臉 這個可以去做一個操作 那這個是我們直接從錄屏上面就有的 那這個也是大陸版剪音才有的一個功能 OK那以上就是大陸版剪音跟國際版KCAP的差別 那重點是這些都是 這兩個都是免費的 那它可以提高你的鏟片的速度跟效率 可以讓我們更加的 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好以上就是 這兩者的不同跟 工作說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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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